因为众生都有隔阴之谜 什么叫隔阴之谜 就是在伊犁宝钞里面说 人在受完地义的果报以后 要转生到人界来的时候 他会到孟婆那边去喝孟婆汤 我在拍伊犁宝钞里面有这个故事 如果你不喝孟婆汤的话 下面就有那个勾刀 守住你的喉咙 勾住你的脚 你就很痛 你会喝不口 那个孟婆汤按照伊犁宝钞的说法 喝完就忘记累世的事情 其实这个孟婆汤是 是因为这个孟婆修得很好 所以担任这个工作 他是一位妇女修道成仙的 得到以后 得到这个悟道以后 就担任这个孟婆的工作 当然这个都是 欠善伊犁宝钞里面 确实有这位孟婆 那其实为什么会有隔阴之谜 为什么呢 平常我们就有隔阴之谜 不要说等到死掉来世再来 我们哪一时哪一刻 哪一个时间用真如自信 我们哪一件事情根层接触 眼见色偶蚊声鼻嗅香舌肠胃 六根对六成 哪一恋心是用真心呢 每一恋心都是旺心 只有第一恋是真如 那是真如起作用 那是见吻结智的作用 第二恋就迷了 那中间的差距有多大呢 老和尚说 一摊子有多少次生命 三十到一百千恋 你根本看不到 来不及花解 所以你现在事实上就是隔阴之谜 你刚才换错了 再隔一下再你又换错了 那不就是隔阴之谜 什么叫隔阴之谜 隔着五阴就会谜 人家法身大事 他是正德身剥裂 就是不共剥裂 他照见五阴皆空 那对一切苦恶 对一切苦恶 他照见是什么 他见到父母卫生前本来没目 他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那我们呢 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断 也扶不住 你都是跟着感觉走 跟着情绪走 众生就是这样 三天情受的苦 三天过他又忘记了 他就像灰我扑火 灰我 灰我在上一次死掉的时候就是被火烧掉 他都忘记了 他再投胎出来当灰我 他一样再去看到光 他看到那个灯光 那个灯火 他又扑上去又死掉了 这不叫隔阴之谜 你哪一年哪一次醒过来 跟曾接触当下回光缓照 断路休战 反民为物 你就离开隔阴之谜 所以我们不要去探讨伊尼巴山那个孟婆汤 是真的事项上有这个汤 喝下去就 喝下去 就隔阴之谜 你不要说孟婆汤 你在世间喝酒 喝那个烈酒 你就马上就忘记了 自己什么生问都不知道了 无所不做 无恶不做 挫泪必出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不就隔阴之谜吗 对不对 吸毒的也是隔阴之谜 所以因为前世在第一受报以后 他并没有转世成治 他还是带了阿赖耶来脱胎转世 带了业力来人间受报 还有遗报未了 所以含命转世成治 当然有隔阴之谜 他有五阴烦恼 我们有四个谋 五阴谋 烦恼 病谋 死谋 五阴谋 硕硕想行事就是五阴谋 那就是心谋 还有烦恼谋 贪嗔之谜 所以五阴没有照见五阴即空 你就是被心谋控制 那当然是隔阴之谜 当然是迷惑颠倒 习性嘛 习性不好断 毛病习气真的不好断 所以佛不得不设立这个戒法 三规五戒 菩萨戒 八观哉戒 用戒法来对峙你的毛病习气 等到你哪一天 你持戒持到 果军历史说的 成点不染 皎洁冰清的时候 那你的信德就开发出来了 你做到六子大叔说的心地 无非自信戒 你不会在己心动念 你在没有妄想 已经没有妄想了 你本身你的信就是戒 那就是自信戒 自信的戒定会 全部现前 那才是我们自信的戒定会 卸脱自见 五分法身相现前 心地无非自信戒 当你不再有妄想 那妄想断了是怎么样 妄想断了就入一针法界的 妄想断就不根本无名的 那你就不会有歌音注明 你成年再来 你就是清清淑淑淑明白白 就像那个天台中那个谭旭老法师 谭旭老法师在东北出生的时候 他一出生的时候不会叫爸爸妈妈 叫赤灾赤灾赤灾 人家会讲赤灾赤灾赤灾 为什么 因为他前世就是出家人 他前世就是高僧大德 他就是没有隔音之明 台湾的佛光山新营大师 他五岁好像是在南京的上海 看到一位法师 那位法师就是说 小朋友我带你到佛士纪亚布 他就跟着他去了 就出家 就亲人的心灵大师 心灵老法师 心灵长老 佛光山的创办人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五岁就会出家 他善根深厚 他没有隔音之谜 他没有隔音之谜 他情侍非常非常非常的 几乎是没有情侍 就是众生要觉悟